翻譯 文綺他媽 字幕 傑先生 字幕 給我 我是那個電子報創辦人張富基 我們公司 το目前為止 我們創業了大概12年 那我這期間大部分都是在做那個商業簡報 那基本上因為我本身也是Java工程師 所以來這邊有一種是在那種主場的感覺 那今天來跟大家分享我們的一些架構 先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其實我寫Java大概17年了 其實我最早以前也是在Java 1、Java 2 來在台下然後看大神們去做簡報 那自從創業之後 其實我的技術大概就停在那個階段 那我的程式技術大概就一直沒有什麼太大的進步 但是我有另外一個技能就突然慢慢的增長 就是那個Debug的功能 我常常在不停的在Debug Debug我們的功能、Debug客戶的問題 Debug公司的問題 就一堆問題 所以我當初其實我有一個 我的專長是專門去寫程式 然後我覺得我寫得超強 然後我就跟我那時候的女朋友 現在的老婆說 基本上只要外面的網站 只要別人做得出來 我就一定做得出來 我覺得那時候是超強 但是 但是事與願違 就是 你知道工程師 工程師在那種狀態下 有時候那個公司的制度 或公司的薪水 有時候是無法滿足你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不得已出來創業 然後出來創業之後 就寫程式的時間越來越少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 是我的Debug經驗 然後就變Debug改 你知道 我本來我什麼都會 現在沒有 現在只剩Debug改 所以人家說那個老闆是豬頭 大概也是這個原因 那我們這堂課在做什麼呢 這堂課我給這堂課訂的KPI是 今天大家花一個小時在這邊 如果我能夠幫各位少採一個雷 大家少花一個小時在那邊Debug 那我覺得我們這堂課大概就有價值了 所以我今天會把我們的那個電子報 從一開始創業的時候 怎麼做的過程 全部會講一次 那也許各位 各位可能會在不同的階段 會遇到這些問題 那因為你們不一定要做的 跟我們一樣集中大量 但我想我們的這些過程 也許會有一些心得 可以讓大家做一些參考 好 那我們公司在做什麼 我們公司不是單純只是發E-mail 我們公司是要讓你的E-mail 出現在人家的收件夾 比較前面第一頁 也就是說 不管你手機一打開或電腦一打開 你的E-mail還比較前面 那你大概可想而知 每個人開手機的時間 每個人開電腦的時間 一定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偵測 每個人的開心時間 然後另外一個是 我們一定要寄得夠快 對不對 如果我寄不夠快 就算我知道它什麼時候會開 我也寄不到 另外一個是 我至少要有辦法寄到它的收件夾 對不對 否則是一樣它一樣看不到 這就是我們公司在做的 今天這個架構 就是被食堂這兩個需求 所做出來的 那我一步一步跟大家解說一下 我們目前的架構 做出來的一些成績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是在四年前上線 那目前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 累積了五千多家的 那個中小企業用戶 那我們每個月大概寄了 將近一千萬封的那個E-mail出去 那到達率超過99% 那平均每個月大概有一百萬人的 那個開心人數 那你把它換算一下 其實就是大約都是10% 那我們目前寄一萬封 只要五分鐘就寄完了 那這個為什麼可以寄那麼快 當然除了城市以外 最主要的那個功能 是在於它的基礎建設 那基礎建設就是可以靠那個AWS 寄電子報是這樣 寄E-mail當然就 單純就把它寄出去就好 你透過那個 我要錄影 所以我不能走來走去 就是你寄E-mail 基本上你只要SMTP寄出去 就搞定了 這就是寄出而已 這沒有什麼太困難 但寄電子報很麻煩 寄電子報是你不只要寄出去以外 你還要讓人家眼睛看得到 所以這個 這個才是我們主要的目的 那這個是大部分使用的 就是行銷人員要用的 那你會說 其實寄E-mail有什麼困難呢 寄E-mail不困難 但是你寄很大量的E-mail就很困難 對不對 這應該也是大家 今天為什麼要再認聽的原因 好 我大概解說一下 整個寄電子報的流程 我們整個把它順一下 第一個 你要寄電子報出去之前 你要先把 那個重複的名單過濾掉 有時候那個行銷人員 他可能有很多份名單 那他賄賂的時候 可能有很多份 很多份裡面又會有很多重複的 所以你要重複的把它過濾掉 那個對方才不會 一個人收到重複的信件 收到兩三次以上 對不對 好 先過濾 再來是你要過濾黑名單 什麼叫黑名單 就是那些無效的E-mail 你也把它過濾掉 然後呢 有些人取消訂閱的 你也要把它過濾掉 取消訂閱也要過濾掉 一個當然是電腦的 就是電腦的關係 另外一個是個資法的問題 就是人家取消訂閱 你一定要把它過濾掉 你不能再寄給他 再來呢 就寄到 放在那個寄信的排程裡面 就每個人寄的時間點不一樣 所以你要放在一個排程裡面 然後時間一到就把它寄出去 再來是分配線路寄出 有時候就是你 你如果想要一次寄很大量的時候 你光靠一個線路可能寄不到 或寄不完 那你可能要很多條線 這個時候你要怎麼去分配 你可能要有一個job 在專門再分配這些線路 再來是你要接受退信 你信要寄得好 就是你要寄到收件夾 有一個根本的原因 就是你要把退信要處理好 很多人在寄信寄不好 是因為他只負責寄 不負責收 反正我寄出去就算了 但是你要把退信要處理好 那個才會讓你的寄信的那個平等 寄信的平等才會好 你才會寄得順 那至於平等是什麼 這個沒有在今天的範疇裡面 所以大家知道 要處理退信這件事情就好 再次處理抱怨 什麼叫抱怨 抱怨就是complain 也就是說你寄信給他 但是他卻把你按 他去檢舉為垃圾信 或者是你寄到收件夾 他把你拉到垃圾郵件 這種都叫complain 那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有哪些人做這些動作 那你要怎麼知道 你要透過那個API去跟那些 沒有社會去串 那如果有人做這個動作 你就把它取消掉 否則他會讓你的寄信的效果 越來越差 所以complain要處理 再來是電子報 以目前來講 不管是做電商或做什麼行業 其實大家都要去追蹤 所以你當然要去追蹤 你的開心 甚至你要去追蹤它的點擊 整個電子報的簡單的流程 大概就是這樣子 一開始我們想要做這個服務 那這個是我一開始做的 我一開始做的是我在家裡做的 就一台機器 然後一台機器 你當然就會裝什麼 Tomcat 然後MySQL 然後Mail Server 那時候我裝那個Mail Server 是裝那個雷電 大家有聽過雷電嗎 好像還好 反正就是類似那個SandMail 那SandMail 那SandMail是要裝在Livings上面 那有時候有點難裝 所以我裝那個雷電 它就簡單講 它就是一個Mail Server 通常都裝在一台機器裡面 裝一台機器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放在家裡 那我就用一台PG 那個問題就是風扇太大聲 很吵 那風扇太大聲很吵 其實說實在久而久之 它也不是問題 你知道為什麼 就是其實讓人有那個聽覺疲勞 你聽久了你就覺得 那不就是電風扇在吹 只是沒有風而已 有個聲音在那邊久而久之 你就麻痹了 那也還好 那比較麻煩的是 網路不穩定 你在家裡這 你一定會裝那個ADSL的線 那你裝光纖 對不對 光纖動不動 就是你那一區 什麼在挖路 在挖什麼電 挖一堆有的沒有的 動不動就斷線 那就很麻煩 再來是硬體會壞掉 硬體壞掉就是很莫名其妙 就是 有時候壞掉 你也不知道在哪裡壞 然後你也不過就是 把那個顯示卡拔出來 記憶體拔出來 然後什麼東西拔出來 再重插回去 它就好了 所以有時候你也搞不清楚什麼問題 好 那因為硬體常壞 那我就會想說 那我不要用那個PC好了 就不要用自己電腦好了 就買一個server來好了 買個server等級的風扇更大聲 所以那個也不太work 再次有時候會停電 你知道放在家裡就是有些問題嗎 所以你可能就會買一些那個什麼 不斷電系統 有沒有 那不斷電系統 最多也不過讓你撐個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你如果時間是長一點你也受不了 所以 一開始我們很剋難 很剋難去做這些事情 就這樣做 好 那既然有這些問題我怎麼解決 那個時候 那個Amazon Amazon剛好來台灣推AWS 好 那我就說 那不然我們把它放到雲端去 大家都講得那麼厲害 好 那我放到雲端去 這樣就解決這些問題 欸 我放沒事 放了就覺得 怎麼突然發現 EC2 大家知道 就AWS裡面有個EC2 就等於就是我們一般的那個 虛擬足跡一樣 EC2 它本身 它是不能讓你發大量Email 它的IP 預設就是在黑名單裡面 所以如果你在 EC2裡面去加 Mail Server的話 你就會直接掛掉 寄少量還可以 寄大量一點 你就完全都寄不出去 因為它會把那個 SNTP的那個Port25 就把它封掉了 如果你真的要寄怎麼辦 你要去跟它申請 你要跟它申請說 我這個要裝加Mail Server 但那很麻煩 所以 EC2 它本身是不讓你去寄大量Email 那怎麼辦 那我又把它移過去了 結果它又不讓我寄Email 欸 它說 因為呢 Amazon有另外一個服務 叫SES 那個SES 它本身它就專門做發Email 那你要去串SES SES很好串 如果呢 你可以完全不改程式的狀況下 你透過那個 你先寫程式 是透過那個 SNTP去寄信的話 你直接把IP 跟帳號密碼改掉 就可以直接透過它去寄了 那這個很OK 那但是因為 我想要 我們想要抓到一些LOG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定會透過它的API 去寄 它API呢 這只能寄 它那個退信 它是透過另外一種方式 它透過SNS跟SQS 來出去退信 那它怎麼退 這邊有架構 那個字比較小 我大概簡單說一下 我們的程式啊 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這個是名單 那你的程式呢 透過SES去寄 寄完了之後 它會告訴你 它會告訴你 它有沒有收到訊息 而已 那如果它有寄到達 或者是它寄了之後被退了 或者它寄出去被complain 它會透過SNS 把訊息傳到SQS裡面 它就是一個Message Queue 那它就存放在那邊了 那你就要另外再寫一個程式 專門去讀那個Q 把那個訊息讀出來 那也就是說 其實你如果沒有去讀的話 它就一直存在裡面 所以你要去處理這件事情 它的邏輯就是這樣 那聽說啦 這個我很早以前就串好了 那聽說最近有一種新的方式 是做那個Webhook 大家知道Webhook嗎 就是你也可以不用 如果像這種機制 我們的那個程式啊 可能要每秒去跟它query 或每5秒去跟它query一次 但是有時候那個 蠻花資源的嘛 所以現在有一個新的意料 好像是說 你這邊呢 就寫個程式 看你是寫個Serverlet 或是寫個Controller 那它有推薦的話 它會直接呼叫你 那你就再處理這樣就好了 好 這樣處理完有什麼問題呢 處理完了 本來問題還不多 現在問題越來越多 SS它的那個寄件人 寄件的email 它要去驗證 它會先寄一封驗證信給你 然後呢 你要去點裡面的連結 確認說這個email 是真的是有效的 你才可以做 好 那也就是說 如果我 像我們公司啊 我們服務很多客戶嘛 如果每一個人 他去寄電子報的時候 他都先寄個驗證信給那個寄件人 然後呢 偏偏他寄的信啊 都是英文的 那我們客戶 他有時候看不懂 他覺得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那就很麻煩 所以 比較麻煩的是 他每一封信他都去做驗證 那你要怎麼去避開這個驗證 它有一個像有新的機制是 它在那個DNS上面 你要去做一個設定 如果各位只是幫公司自己寄的話 你就只要去把那個DNS設定 設定好就可以了 就不用做那麼多驗證 再來是它會有每日跟每秒的上限 因為它 email的環境是這樣 寄少量沒問題 email的環境是這樣 寄少量沒問題 寄大量就有問題 所以很多人啊 很多人會去亂寄 那SES他也很怕你亂寄 所以他會根據你的歷史資料 他看你的記性的狀況的好壞 來決定於他要不要放給你那麼大的額度 那通常那個額度一開始都很小 他會根據你的寄送狀態說 原來你不是在寄的設計 原來你寄出去呢 你的客戶的那個開心率還不錯 他會慢慢把額度放寬 所以你一開始就要寄很大量 那個是有問題的 例如說有些公司如果說 你們會員數名單數有100萬 200萬 那種你一次拿到SES機那是沒辦法 那如果各位公司的名單數還少的話 那就還OK 就慢慢去培養 那上線再慢慢培養 那另外一個是他是有限制的 他怎麼去判斷你是不是在寄垃圾性 他實際上是在看那個退性率 退性率是怎麼說 就是我寄100封出去 我最多只能有10封是無效的 超過10封他就把你列入那個名單裡面 那這個要怎麼解決 你叫有一個黑名單資料庫 專門把那些無效Email 就他告訴你那些是被退性的 你要把它列在你的黑名單資料庫 下次你在寄信的時候 你要透過那個黑名單資料庫裡面 先過濾過再寄出去 你要想辦法讓那個退性的數量 越少越好 所以退性率要再10%一下 否則他會先警告 那個時候他會說 你現在被列入我們的那個觀察名單裡面 然後你要跟他講你這個名單怎麼來的 然後你怎麼確保 下次不會再發生一樣的問題 那假設你跟他講完了之後 你就列列列列列列列 列完之後他覺得你的理由不夠充分 他不是說你說就OK喔 他覺得你這樣的機制還不夠嚴謹 他就會跟你講說 我覺得你這樣還不夠 我覺得你要再補強 請你再講 請你再回傳一次 你想要怎麼樣的機制去防止你的退性率太高 所以你就再去申訴一次 所以大家盡量不要讓自己去陷入那個申訴的過程 申訴的過程 要讓大家好多好多天 然後他們會有不同的層級 那你要到很上面的時候他們才會幫你打開 為什麼我會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我就被封鎖過 然後為什麼我會被封鎖過 因為我們有客戶機垃圾性 然後被抓到 那我沒抓到那沒辦法 假設你被封鎖怎麼辦 假設你被封鎖了 你第一個動作你會做什麼事情 你可能會趕快去開另外一個帳號 然後另外再開一個新的SES 然後弄另外一個新的信用卡 對不對 你大概會想辦法趕快去做這件事情 跟各位講這件事情我也做過 行不通 我不知道他怎麼抓的 我不知道他怎麼去抓 這兩個帳號就是同一個人 只要你有多個帳號 但是你有一個帳號被封鎖之後 你另外一個帳號也不能記性 他就一次就封了 所以這個要特別特別小心 再來是抱怨率 抱怨率就是 就是你寄出去之後 他把你拉到垃圾有件 或者是他去檢舉為垃圾信 這個啊 這個比較嚴重 這個要越低越好 那多低呢 就是要千分之一以下 也就是說 你寄一千封出去 只能有一個人做這個動作 超過一個人 你就被列入觀察名單 那這個呢 一樣嘛 就是只要有人做這個動作 你就要把它從你的名單中拿掉 下次就不要再寄給他 所以你要 真的寄信的過程中 你要不停的過濾 不停的過濾 只留下最後是乾淨的名單 你寄信才會越寄越好 如果你不做這些事情 像早期大家寄Email 我這個月都寄得進去 為什麼我下個月都寄不好 要越來越差 越來越差 就是因為你這些細節都不用去做 那你就會你的平等 就越來越低 好 再來是 就是我想說 那個Amazon已經算是世界最大了 那它寄信應該是很OK的 欸 寄垃圾性的人也很認真 寄垃圾性的人 技術搞不好比我們還強 對不對 他也去串SES 所以呢 現在很多 有些比較大家的 甚至他還會去擋SES 寄出來的信 那現在SES 就是他被擋了之後 就會有人去跟Amazon講 那Amazon他就去處理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有些信箱 用SES寄 它是直接把它擋掉 所以這也蠻麻煩的 那怎麼辦 我就去找 我就找 欸 外面啊 有沒有類似SES功能的 一些第三方的服務 然後我找到一個 有一個還不錯用 就是那個Mail槓 大家有聽過Mail槓嗎 還好 有些人用過對不對 因為Mail槓啊 Mail槓可以讓你取代掉 你的那個SMTP Server 它很好用 用自己架SMTP Server 有個很麻煩的點是 你要去抓那個Log很麻煩 Log抓出來之後 你要去POP 要去解析它嘛 對不對 你才知道那個記性的狀態嘛 那另外一次它退信 它退信你要去處理 但它退信處理 它那個 退信的那個訊息 跟退信的那個代碼 我舉個例子 可能都叫 都叫550好了 不同 那個Yahoo 或Harmail 或Gmail所定義的550 還都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 你還是要去看裡面的英文字 所以那個處理那個Log 其實很麻煩 你如果通過SMTP Server 那也很難處理 所以 現在國外有很多那種 那種專門做Email Service的平台 類似像Mail槓這個 那這個Mail槓 它就是專門for工程師在用的 的Email服務商 所以他們的API非常好用 那我們就用API再去跟它串 好 就長這樣 那剛剛不是講說 那個退信率不能太高嗎 所以啊 我在這邊啊 在EC2這邊 我就特別建議一個 黑名單資料庫 這個黑名單資料庫 我會專門去搜集失效的跟取消訂閱的 那因為我們客戶數很多嘛 所以其實 那個A寄出去之後 發現有個帳號失效 我就寄到我的黑名單裡面 當B剛好要寄到那個人的時候 其實我第一時間 我就可以把它過濾掉了 所以我們的退信率就會很低 那個就是用黑名單資料庫去防治就可以了 好 那你用了Mail槓之後 你那個它的退信怎麼處理 其實每家都一樣嘛 就是你除了G以外 它就是處理退信 它那個退信怎麼處理 它是透過一個webhook 就是它會呼叫你 只要有人退它就會呼叫你 所以我把那個被它呼叫的那個程式啊 一樣也是放在那個EC2裡面 那用到服務就會長這個樣子 好 用完之後又發生下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突破 什麼叫突破 就是瞬間 瞬間大量 如果Email你都慢慢寄 其實都不會有問題 其實跟流量一樣嘛 慢慢來慢慢來都不會有問題 最麻煩是什麼 瞬間大量 就跟那個搶那個 演唱會的票一樣嘛 對不對 平常都很堅固 瞬間大量就出問題 瞬間大量出問題 我們就會去查到底是什麼問題 到底是我們的架構有錯嗎 還是程式寫不好 就你那個thread沒有處理好 還是你的硬體問題 performance根本就擋不了 還是你的資料庫有問題 我查不到 為什麼我查不到 因為我全部都把它放在同一個機器裡面 所以我分不出來 我分不出來是什麼問題 因為有了這個突破狀況啊 所以我就把架構再把它拉出來 我把那個資料庫把它拉出來 那 EC2呢 目前就只剩Thomcat 那資料庫移出來 那AWS有個服務叫RDS 它是專門做資料庫 那我用的是RDS裡面的MySQL 那移出來之後就會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樣子有什麼問題呢 這個問題就更多了 一開始你那個MySQL放在你自己的機器 那你可能講說 我就用一個比較大台的機器 可能就OK了 所以其實很多那個MySQL的參數 其實你也沒有很在意那件事情 那你放到RDS裡面去之後 RDS其實它那個數字是預設值 那預設值其實是很小 那有時候你要處理的話 你要特別去改 如果你是改那個 一般我們如果是自己架設的話 你可能是那個MySQL可能是 my.ini 或者是你是 如果是Windows的話 是my.cnf 之類的 你就要去改那個設定檔 好啊 所以呢 你用RDS你就要去思考一下 你的CPU要多大 就是你到底又會用到裡面的 那個運算邏輯 到底會用多少 然後呢你的記憶體 你的記憶體的配置 就要去改那個 parameter groups 你要去改這個 那這個裡面有一堆設定 那這個設定 可能就是你要去另外去自訂 不然它用預設 就量大一點你就撐不過 再次那個空間 空間啊 它一開始設定的時候 你要給它一個空間 那空間設定完之後 你就開始用了 對不對 那那個Amazon會跟你講說 其實他們呢 他們可以一直無限的擴展 就是你有需求 你要跟它要說 我要再多大個空間 它可以一直要 這沒錯 但是啊 當你一直要一直要 當你的空間越來越大的時候 其實你要跟它 要下一份的那個 例如說 你原本可能是那個 100G 那你現在說我想要加 加大到300G 越加越多的時候 其實它那個速度 越來越慢 它要去整理的速度 越來越慢 它要先把空間 先挪出來之後 再幫你把資料再移過去 就那個停機速度很慢 停機速度很慢 有時候你那個 那個Petachian的那個機器 你根本就沒辦法這樣做 所以這個很麻煩 再來是 再來是 我不確定大家有沒有去注意到 就是一個叫做 IoPS 什麼叫IoPS 其實資料庫 你在讀啊 不管你那個記憶體設置 在怎麼樣 記憶體終究還是小嘛 對不對 它有時候它還是要去讀那個 硬碟嘛 那MySQL的那個 MySQL的架構 它本來就是Filesystem 在做的嘛 所以它會去讀那個硬碟 那Filesystem 它有些有它的限制在 所以它讀硬碟 會有那個Io 讀取跟寫入 會有那個Io的限制 那限制會 它那個是 是那個硬體限制 那是無法突破的 所以 你可能 可能速度讀快一點時候 你那個IoPS這邊就要處理了 那 AWS的IoPS定義是這樣 它根據你的空間的大小 它會配置三倍的IoPS給你 也就是說 假設你現在是100G的話 它就給你300個IoPS 什麼叫IoPS 我再講簡單一點 就是你在一秒鐘 可以對它讀寫幾次 應該是這樣子啦 因為我 你知道 就是 對我來說就是 它就是可以用就好 那至於它後面的邏輯 我也不是太清楚 如果有錯就比較怪我了 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是一秒鐘可以讀寫幾次 那叫IoPS 好 再來就是那個網路 網路傳輸 當你讀取的資料量很大的時候 有時候你寄電子報 電子報有時候那一封信 可能就接近快1Mail 那你寄100萬封信 那這樣是多少 對不對 你大概算一下你就知道 其實那個網路 那個要很大量 如果你的RDS 跟你的EC2 它是在不同國家 你就暈倒了 所以你要想辦法在同一個國家 那我自己的做法是 我不只在同一個國家以外 我還想辦法讓它在同一個區域裡面 在同一個Zone裡面 好 那再來是那個Connections Connections 它那個RDS 它會去限定你那個 最大的連線數碼 對不對 它的預設值也是很小 所以你要自己再去寫 那個設定檔去把它改一下 改大一點 當然你也不能無限改大 因為你無限改大 其實你的記憶體可能也不夠 對不對 所以那個呢 又有一個公司在那邊調整 那 因為我們程式是用那個Spring加HyperNet 那HyperNet 其實 那裡面的邏輯其實我也不是太懂 但是它就是可以用 所以我用了裡面的DAL 那DAL是這樣的 它呢就是 我每次要做一個Insert 我就呼叫那個DAL 那DAL它的運作邏輯是這樣 它呢先把 先叫一個Connection起來 那Connection當然是從那個Connection Pool裡面拿出來 它先從把它 先建一個Connection 它就叫做一個Session 建完一個Session之後 對它做讀寫 完之後把Session close 這就是一個DAL的一個動作 那有時候我們程式在計行的時候 我會有一堆判斷嘛 所以呢我會叫一堆DAL做好多好多事情 所以我等於在不停的在叫一個新的Connection 然後呢起一個新的Session 然後呢做完之後Session關掉 我就重複的做這些事情 一直做這些事情 所以當我寄送量很大的時候 我會無形中 我就拿到太多的Connections 那當然為什麼我會用DAL 是因為它太好寫了 因為它很方便 反正我也不用懂那個SQL語言 我只要對它做就搞定了 但是呢太過方便了 所以它很多東西都包裝在裡面 所以那Connection我就做不好 所以我現在雖然有些部分 我就把它拉出來 我就不用DAL了 我就直接就是 就是直接用Session直接讀了 然後用那個Transession 就整個來這樣做 這要特別注意 好 那怎麼解決咧 知道庫還是有那個瓶頸嗎 就是知道庫讀很慢啊 那有時候那個硬體 硬體 硬體 我再怎麼調 那個硬體就是沒辦法了 那怎麼辦 RDS 它那個硬體還有分 它有分那個用SSD 它有用一般的 還有跟SSD 那我們是用SSD 這個已經是有點貴了 對不對 還有更貴的 你可以直接跟它買IoPS 那直接跟它買 那更貴 好 那我沒有這樣做 那我為了要把那個速度加快啊 所以呢 我們就再加了一個服務 叫做Elastic Cache 那Elastic Cache就是 就是有些東西你常在讀的 你就把它放在Cache裡面 那我們目前這樣做 我們寄信的時候 不是要去檢查黑名單資料庫嗎 那假設我寄一百萬封的話 我就要檢查一百萬次嘛 但是黑名單其實就是那一份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把 把那個黑名單放在Elastic Cache裡面 那其他就直接去讀 讀Cache就好了 我就不用去讀那個Io了 好 去分擔一下那個 RDS的工作量 好 就會長這樣 好 有了Elastic Cache之後 的問題是什麼 它呢 解決了讀取的速度 但實際上我最根本的問題 它還是沒解決到 就是我的單一個table 那個資料量太大了 我們剛剛說 我們一個月寄快一千萬嘛 一千萬最基本最基本 也會有一千萬筆RAC在裡面嘛 對不對 就算我不寄任何LOG 我也有一千萬筆的RAC在 同一個table裡面 所以那個長太快喔 我根本我很難處理 所以呢 當你那個table太大的時候 你會怎麼做 第一個 因為速度很慢 對不對 所以你就加index index呢 又不能加太多 加太多會怎麼樣 加太多 新增就很慢 所以呢 index又不能加太多 有時候你要用 要用就 就index有這樣的問題 好啊 index 有時候那個index就是 當你資料量太大的時候 你連index的資料量都很大 所以就算你有index 它還是慢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就從那個partition去下手 因為啊 當你那個資料量都集中在同一個 因為它就是那個file system的架構嘛 當你都是在對那個檔案做IO 最同一個位置做IO 有時候它會很慢 所以呢 我們就想說 那不然我們把它切partition 這樣子可能讀取會比較快一點 對不對 所以MySQL裡面會有一個機制叫那個partition partition喔 剛切下去也還ok 結果呢 我就想啊 因為切partition其實會動到你資料庫 動到你資料庫呢 因為資料量很大 所以它會停機很久 所以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說 你一定會想說 那我一次切多一點 我先把預設一兩年內會用到的 我先把它切好 你就會切很多嘛 切少還沒事 切多就出問題 切多呢 因為你要寫進去 所以它就分好幾個地方去寫 速度就變慢了 就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樣 好啊 那既然切partition還是慢 那我就開始做一些反正規化 反正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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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什麼問題 對 當你那個table 你那個table 如果有上一筆 在一個table裡面 你大概就會遇到 你加index也會很痛苦 你加一個欄位也會很痛苦 對不對 更何況如果你要加很多個欄位的時候 你要反正規化的時候 也會很痛苦 好啊 好啊 那這個問題還是要解決嘛 對不對 那怎麼解決 就會開始有人說 那不然你用那個no SQL 對不對 它看起來好像是一個解法 所以 我那時候呢 對no SQL 還不是太熟 所以有人說 那不然你就把那個join 你把它拿掉 你就用呢 用那個 關聯式資料庫去做no SQL 的事情 大家知道怎麼做嗎 反正你就是把那個key value key value 反正你那個table的架構 就是長key value key value 然後呢 盡量不要去弄join 對不對 其實你也可以用my SQL 的架構 去做no SQL 的事情 這也可以 為什麼我一直沒有去用那個no SQL 我就想啊 以前在沒有no SQL 的那個世界裡 你說那個無名小山啊 或匹克幫啊 人家那個資料量那麼大 他也沒事啊 所以我一直很相信 my SQL 是可以解決問題 不過我 我解不了 好啊 實在是解不了了啦 所以呢 我就去研究 DynamoDB怎麼用 就是 雖然我是那個怎麼 在那個 在My SQL裡面用key value key value key value 但那個資料量是很大嘛 就是 就還是很難用啊 所以 所以好啦 我就去研究了 就說 好啦 既然一定要用no SQL 那我就用no SQL 看看 就用DynamoDB 所以架構就長這樣子 我們把那個資料量最大的 資料量最大的把它移到DynamoDB上面去 就會多一個DynamoDB 那什麼樣資料量最大 就是名單 跟行為 名單是這樣子 有些人就跟我說 你資料量那麼大 那你可以 把舊資料拿掉啊 你不要讓人家查詢嘛 你不要 就說你只要存一年內的資料就好了啊 你要存幾年內的資料就好了啊 對不對 想當然是這樣子想嘛 但是 你當 有些資料是沒辦法刪的 例如客戶的名單 他名單什麼時候要用 我們也不知道 你也不能把他一年前上傳的名單 就把它刪掉 也不行 所以那個終究只是會一直累積 他不會減少 還有另外是行為 我們不是 我剛剛一開始講說 我們是抓 我們要想辦法再讓他手機一打開 或電腦一打開 我們的心要排比較前面嗎 所以我一定會記錄很多行為嘛 我會記錄他禮拜一什麼時候開 禮拜二什麼時候開 禮拜三什麼時候開 然後呢 哪個時間點開的時候 那個IP在哪裡 然後IP在哪個城市 然後那個城市的天氣是怎麼樣 我一定會想辦法一直收集嘛 那一直收集 那些資料量就很大 那那個也不能刪 對不對 所以我就把名單跟行為 放在那個DynamoDB裡面去了 好 放進去我就覺得 大概 大概應該還可以啦 放進去之後 又有下一個問題 DynamoDB是這樣 DynamoDB是這樣 其實也不是只有DynamoDB 聽說 只要是NoSQL都這樣 你要查詢 像一般我們觀念是 只要如果你查詢 不是下那個會委條件嗎 對不對 那會委條件其實 你只要跟那個index 只要對得上 其實 規律還蠻快的 DynamoDB 它如果你要下很多種 不同的規律的方式的話 它要建好幾種不同的index 那個好像還有叫做什麼subindex 可能類似這種 反正它建好多index 但是 DynamoDB超貴的 它怎麼寄費呢 它是用你儲存空間寄費 然後呢 還有從IoPS寄費 所以你要配置 就是那個看你想要一秒鐘讀取幾次 你要根據那個來做寄費 還有那個傳輸費 都要費用 那你設越多組index 實際上它就是把你原本那麼大的資料呢 重新再複製一份 然後呢 用不同的方式做index 所以你等於 假設你的資料量有好幾G 它就有好幾G 如果你建兩個index 它就乘於2 你如果有三個index就乘於3 那這個實在是對我們來講實在不太行 然後另外一次 他IoPS要用買的 IoPS用買的 你就會想 如果啊 我想要在瞬間一次把100萬封寄完 那我IoPS要多大 好 我可能要很大對不對 但是我不是 我不是每分每秒都在寄100萬封 我也不顧就是 偶爾那個客戶他要寄100萬封 那個時候才需要 如果我買那個IoPS 他的IoPS算時間了 如果你買太大量 然後呢 就在那邊等 就等那個偶爾那一兩次 很貴對不對 所以 也不太行 這種喔 就會像是這種突破型的 例如說你的服務啊 是那種 突然瞬間大量的 像那個 像電子報 我們服務就是這種類型的 或者像那種演唱會的票那種的 這種 平常 平常也沒什麼人在搶票 但偶爾幾個大明星 那個是毛起來搶的 所以你怎麼判斷什麼時候會來的那種狀況 所以呢 你那個 就會有這種問題 好 那我怎麼解決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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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Sequel不是寫成是有點難寫 你知道嗎 有時候 又難寫又貴 所以呢 我們又找了另外一個替代方案叫 那個 那個 Elasticsearch 專門做了搜尋 你看 我們 我們所遇到的問題 跟解決方 我們所遇到的問題 是AWS那邊產生出來的 他也提供解法 所以我就越用越多了 好 Elasticsearch Elasticsearch 它剛好 通常都會跟那個 No Sequel來配 因為它那個速度很快 那Elasticsearch 它幾乎就是把所有的欄位都做index 反正它就是一個搜尋引擎 至於它怎麼搜尋的我也不知道 可是它就很快 那我就用Nug 來跟那個 DynolomDB來搭配 那做完這個我想大概的問題也都差不多了 也太快了 好 接下來就是 EC2了 我剛其實我們都一直沒有在管EC2 對不對 現在又回來到EC2了 EC2的麻煩就是 Auto Scaling 當你量太大一次進來的時候 它叫Auto Scale 但Auto Scale 有時候那個 那個 那個要怎麼做 所以呢 AWS裡面有一個服務叫做 那個Elastic Bean Talk 好 那它呢 因爲什麼load balance 那個什麼 EC2那個設定 我也不是很會設定 它有一個叫 Elastic Bean Talk 它可以讓你直接上傳一個Watt 然後它就自動幫你開一個 EC2的機器 然後它就自動幫你把那個 那些load balance都把它設定好 然後呢 那個機器的 記憶體的怎麼配置啊 Time Care Time Care怎麼配置 它都可以在裡面就設定完 好 所以那個很好用 好 那 Elastic Bean Talk 裡面又有一個叫Walker 這個我後面再跟大家講 那Walker也很好用 好 那這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那個Auto Scale Auto Scaling 它那個速度有點慢 好 當你那個突破 突破一來的時候 你就會叫它起來嘛 叫它去趕快長出機器來嘛 對不對 但是當它長機器的過程中 其實我已經記完了 等它長完之後 我已經不需要它了 所以 那個Auto Scale 那個幫助 一點幫助都 都 就沒有幫助 好 所以我們怎麼做 我呢 就繼續把一些功能猜出來 怎麼猜 它現在有個新的服務 叫Lambda 好 就有Lambda 這個Lambda呢 你就把單一功能 就是你覺得那個功能 只要做幾秒就可以處理完的那種 你就把它獨立出來 用在Lambda裡面 它那個最長的expire的時間是五分鐘 所以很適合那種五分鐘以內 能夠處理完的Jub 你就用Lambda繼續用 好 就猜出來 好 這遇到了什麼問題 好 這個剛剛講的那個空間 每次加大就是一個大工程 好 剛剛講 那個partition啊 我們去切 一切之後 你當然可以開始要insert對不對 那insert你怎麼insert 你insert一定會是說 我用那個日期做區間 有人說用日期去切 那我們一個月就一千萬筆了 那其實我在怎麼切 我也沒辦法切 好 所以我一定是不能用日期去切 那我要怎麼切 用那個hash 用hash去切 用hash去切 用hash去切喔 它就太分散了 所以呢 有時候我要讀資料的時候啊 其實它是同一個區塊的 就是說例如說 我想要讀 今年十月份的寄信量 我要把明細讀出來 那因為它太分散了 所以它讀的時候又很慢 對不對 這個在那個mysequel上面就出問題了 好 那這個我怎麼處理 現在有一個新的服務叫 Aurora 好 它要取代那個mysequel 就是mysequel當初的那個創辦人 好像就離開了 好像啦 好像是這個樣子 離開之後它就開了一個Aurora 當初那個mysequel 它是建立在那種單機板上面 所以它是用file system去建置的 所以上面不管再怎麼做 它下面底層都會有些限制 那它現在就是把那些限制把它拿掉 它現在底層全部都用雲端的架構來做 所以上面雖然我們使用方法都沒變 你層次也不用改 但是它下面其實它的架構已經不一樣 它已經不需要切partition了 因為它的底層其實就是partition的觀念 所以我就用了Aurora 好 剛剛講那麼多 其實啊 其實 大家工程師都知道 其實我們過程是非常混亂的 今天只是因為要講這堂課 我想辦法讓它有步驟的 有條列式的做出來 那實際上它就是 反正有問題就改哪一個 有問題就改哪一個 結果就是這樣 那跟大家講一下 目前的結果是長這個樣子 目前呢 我們最前端啊 就是用那個 那個Lobenz 進來之後 可能就是專門做Web UI的 專門在編 編輯電子報的 編輯電子報的 在設定的 就是在UI 那我們以前是三台 那三台 我現在覺得那個有點麻煩 其實我現在就變一台比較大台的 其實那都沒差 然後呢 進來了之後 因為裡面會有很多人會去查歷史資料 有些人會去查開心記錄 會查很多明細 會有很多查詢 所以呢 我就讓它去串到那個Elective Search 就剛剛講的 那它設定完要寄電子報的時候 它不是會設排程嗎 那每個人的時間點都不一樣嘛 所以呢 我就會有一個Quant Job 去做 去不停地去撈 說這個時間點該寄哪些信呢 所以我這邊會有個EC2 專門做那個Quant Job的工作 那Quant Job 通常有些人會用那個Linux的Quant Job 那因為Linux我也不太會用 所以呢 我就用Spring的Quant Job去做 那也可以 中間呢 我去搜尋 這個時間點要寄的信 我全部抓出來之後 我還要Cue裡面去 然後呢 下面有個叫Walkers 這個是那個 Elective Beanstalker 裡面有個功能叫Walkers 它呢 只要 它只要那個 Cue裡面有資料 它就自動會去抓 它自動會去抓完之後 它就直接去處理 它把資料抓完之後 它會去呼叫Lambda 那 我一個Lambda 我就接一個服務 一個Lambda接SS 一個Lambda接Mail槓 那如果我下次 我再加什麼SankGrid 或加Mailchimp 我就只要再加Lambda就好了 我前面都不用動 所以後面我就可以這樣一直串 那 我剛講說 我要在很短的時間內 處理很大量的信 其實也很慢 對不對 所以 我在 在這個處理的過程中 這個Java中 我就會用那個 Elective Cache 那 這個Lambda也會從那個 Cache裡面讀出來 所以整個速度就變快了 那資料庫是這樣 資料庫當然就用RDS嘛 就用那個 Aurora 那另外一個就是專門 就是圍讀的 那圍讀的當然就是一個是 專門是負責讀取 那另外一個是做 做那個Backup DynamoDB 那SQS跟SS 專門在處理那個 退行用的 我們目前的架構就長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啊 基本上應該就可以讓你處理 一萬封 一萬封五分鐘就可以寄完 好 我今天還是Java Java的場 對不對 我覺得那個Avalon 應該找我來代言 好 我們還是要講一下Java 你知道 就是 創業太久了 其實我的功力其實就是停留在好幾年前以前 所以我沒辦法在這邊跟各位大大們去分享 程式的一些 說不出的所以 我覺得寫程式寫到一個最高境界大概就這樣 就是 反正空人就出來了 至於那個細節為什麼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反正就是 網路上抓下一個sample去串一串 就可以用了 有bug在處理就好了 大概 我喜歡它的邏輯是這樣 所以我沒辦法跟你分享 那個程式怎麼寫 因為那個真的是很基本 你如果只會寫severlet 也可以做成這個樣子 好 但是呢 我還是跟大家分享一個 好 時區 好 因為呢我們用大量的那個AWS的服務嘛 那它的服務就是在各個國家嘛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每個機器它預設會抓的就是它當地的那個時間點 所以呢 這個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你可以用這種寫法 你大概就時區的問題可以把它解決掉 好 今天時間比較短 所以我有一些沒有講到 我沒有講到是什麼 一個是那個異常處理 我們串了那麼多服務 中間如果有東西 中間一個中間中斷掉 Exception跑出來 好 那怎麼處理 好 所以一個是 呃 如何roll back 好 那一個是如何retry 好 那這個 這個如果明年有機會的話 明年再說了 好 今天來不及講 那另外是異地備援 就 就 AWS其實它還有很多 異地備有的機制可以做 好 那個叫 什麼Mati-AZ 或者一些那種架構 還有另外一個是規模化 呃 現在其實如果有些服務 其實做一些雲端的 其實就是規模化很重要 因為啊 當你資料量太大的時候 實際上你要做變更都會很痛苦 所以最好就是你的系統 是有辦法規模化的 那規模化 基本上如果裡面有一些垃圾 其實也沒差 你也不用去清理也沒關係 好 那有一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就是 為什麼軟體業現在狀況不是太好 就是我有一次在一個社團裡面 我看到一個狀況 有一個工程師剛退伍 他說 欸我問各位大大們 我未來的路啊 我是要往軟體工程師去走 還是我要去接我女朋友媽媽的麵攤 各位如果你會怎麼選 接麵攤嘛對不對 下面所有留言全部都接麵攤 你知道嗎 我覺得太瞎了 你知道嗎 我們受這麽多的教育 然後去寫那麽多cody 那麽多bug 最後贏不過一個賣面了 我就覺得真的太慘了 今天我覺得整個軟體業就是慘到一個狀況 才會今天我有機會來上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跟技術們相關的 我覺得最大的原因是因為太多公司在接案子 大公司接大案子 小公司接小案子 個人是接外包 我們把我們的能力都花費在某幾個人的身上 那你知道大家的薪水是怎麽來的 大家的薪水其實是來自於我們的價值嘛 對不對 你所創造的價值嘛 你今天協議行扣服務一個人 跟你今天協議行扣服務一百個人 所創造的價值一定不一樣 對不對 那你如果是公司接案子 當然就是服務就那一個客戶 就那客戶給你錢 那以我開公司來說 我只有這樣的收入 我當然也只能給工程師小小的錢 一定是這種惡性循環下來的 所以我覺得最大根本是大家都在做接案的動作 那我覺得大家要如何去翻轉這種狀態 當然不是 剛剛Oracle走了 當然不是因為那個證照嘛 那個證照最多最多 好啦 影響你起薪好了 它也不會影響你後面的薪水 所以真正的根本是什麼 真正的根本在於 你能夠把你的call 你寫一樣的call 你可以服務多少人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的話 大家要想辦法跨出台灣 你這樣想 為什麼Google的工程師薪水那麼高 那為什麼Yahoo這麼高 那為什麼能這麼低 其實因為他都做一樣的事情 但是他服務的人很多 所以他創造的價值就很大 所以他給他那些薪水是很合理的 那大家努力拼 然後就覺得怎麼拼 說實在的就是 如果公司的型態 公司沒辦法賺非常多的錢 其實他根本分不下來 所以我覺得 大家有機會的話 盡量想辦法去打大聯盟 我們說嘛 我們寫程式其實是為了要改變世界 結果我們連改變自己的家庭都有困難 你怎麼改變世界 這我覺得大家要加油一下 我說我自己 我也要加油 好 那今天為什麼我會願意分享我們公司的架構給各位 是因為我想要去打大聯盟 那我們的目標競爭對手在國外 所以我不是很擔心台灣有多少人去學我們的架構 或學什麼 我這一點都不在乎 而且我也會很願意跟大家講說 我們做過哪些事情碰過哪些雷 因為我們的目標在全世界 所以我們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今天如果各位聽了我們架構之後 你覺得真超爛 你覺得還有機會去優化 各位 我已經不太能寫程式 就是 你知道我以前很厲害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對 但是因為台灣沒有那種環境是可以寫程式寫到老 逼得我不得不去創業 其實你要有錢 大概就是跑業務跟創業 那我們這種工程師個性一定不適合跑業務 所以我們就去選擇創業 誰知道創業之後就跑更多業務了 所以 就是 如果你覺得我們那些架構 其實你覺得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優化 因為我們目前接下來要挑戰一個月要寄一億封Email 那我覺得這樣架構 我目前架構也可以 那我目前怎麼處理 就是花錢 把所有instance全部加大 就是暴力解決法 對不對 目前都是這樣做 那如果各位其實覺得 其實裡面很多架構其實是可以調整的 我歡迎各位來跟我聯絡一下 那我們來聊一下 那今天課程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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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